第三采访报道 为了帮国小学童制作班服 淡水国小美术班 特别让学生自己动手做班服 而这一次美术班老师 邀请到版画专家王振泰 来教小朋友 怎么运用捐印的方式制作 让学生将附有淡水渔港特色的图案 亲手印到宿舍的衣服上头 为了要帮国小学童制作班服 淡水国小美术班 特别让学生来自己动手做班服 而这一次美术班老师 邀请到了版画专家王振泰 来教小朋友 怎么运用捐印的方式来制作 老师表示透过版画印的方式 让学生将附有淡水渔港的特色图案 亲手印到宿舍的衣服上头 不只是学到怎么用捐印 更可以将淡水文化穿在身上 透过我们的专业老师带领 然后让孩子从歌型版 就是从一个图案一个图案 慢慢地把颜色堆叠上去 然后让孩子能够对自己的家乡 淡水的话是一个渔港的一个故乡 所以让他们知道说 原来他们要把他们自己的想象 跟在地的特色结合在一起 然后这件衣服呢 透过自己设计 自己印刷 最后会成为他们的班服 透过孩子们亲自设计的班服图稿 将淡水渔箱的意象 用三色稿与自创的图案 描绘出对于淡水的想象 接着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之下 用捐印的方式 将色彩逐一的套印在自己的衣服上 对此不少学生能够对于自己 完成一件衣服的创作 相当有成就感 好不好 好 因为印来印去会很有成就感 这个作品是一个鱼 然后这上面又能很多颜色 这个方法对任何年龄层的小朋友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容易上手的动作 尤其他可以一色两色三色 继续套印下去 小朋友都会印得非常的 有成就感跟很快乐 版画老师说 这个捐印的方式 对于任何年龄层的学生来说 都是相当容易上手的创作 而且可以将自己想要的颜色 印到衣服上面 而学生未来穿着 专属于自己的特色班服 将创作带进生活与学习当中 记者许多安一 代表参谎报导